今天是小鸡来我家的第139周了 今天外边现在不下雨 但早上又下了一场大雨 我这边花园里面真的是非常泥泞 都鸡水了 全都是水 然后鸡色的话又是好泥泞 好多爸爸 我们先来喂鸡 这么多泥 先给它添个塑料盒 把这个剩菜剩饭 给它们剩菜剩饭先加上 哎呀好泥泞啊好多泥啊 剩菜剩饭加上 然后给它们这个粮食也加上 我那个鸡舍上面有这个雨棚啊 但这个雨棚装了里面还都是泥啊 下雨的时候那个雨水还是会飘进去 真的是没有办法 一到下雨天就这么泥泞啊 还有朋友说 叫我把这个鸡舍抬高一点 其实这些鸡啊晚上睡觉啊 不是睡在地上的 我这里有个鸡棚啊 鸡窝啊 它鸡窝是 离地面是有差不多半米的距离啊 下面它们不是睡在下面 它们睡在上面的 我给它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这里啊 这里是个产蛋房 大家看上面是 这里面都是墓穴啊 它们都睡在这上面 没有睡在地上面 今天就一枚鸡蛋 所以说地面非常拧拧 但它们睡觉的话 还好因为它们离地面的话 差不多有半米的距离啊 所以说这个鸡舍里面啊 没有非常的潮湿啊 哎呀 这些鸡都下蛋下这么少 一天过来摘前一到两枚鸡蛋 有可能这些鸡也老了 这些有些鸡都养了快三年了 不知道这些鸡的寿命是多少啊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先到这里了 期待陆续的更新吧 好